徐字台 大毒蜂张晓凡 对阵朝阳峰 楚御虹 或许大家都认为 我是个没希望的人吧 还不拔剑吗 张师弟 你要认输 我也不为难你 谁要认输了 这回可认输 我还没出招呢 你这武器到别致啊 是什么法宝 我叫它烧火棍 你们大毒蜂可真有趣 我记得还有位杜师兄 弄了三颗头子当法宝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好吧 就让我来领教张师弟的 独门武器 小凡师弟 还有我在支持你呢 喂 嘿嘿 啊 屈无精练的 欲清第四场攻击 小心啊 别被剑猫吞噬了 快 输吧 没事吧 师弟 怎么了 伤得很重啊 听过去 我的天哪 大竹风弟子张晓凡 晋级十六强 说 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什么黑幕 楚玉红可是独冠大热门 咱们小师弟咋就赢了 对啊 凭什么你赌小师弟赌赢了 我们就全都赔个底儿掉啊 喂 咱们几个 可就我支持小师弟 你们这些没意义起来 活该输 我守夜三年 师父才给我一颗小黄丹 还被你给骗去了 我不认 卷赌服输 不认不行 你 你输了你 给我 我先替你们保管着 好啊 你们几个 居然用小师弟当赌注 小师弟 可是我们大竹风的骄傲 杜碧说 你少套进我 还不快给小凡道歉 怎么 赢了一轮比赛 就要上天了吗 师父 师娘 爹 娘 个个上台手忙脚乱 故此失彼 要不是你们运气好 现在全都缠满绷带 躺平了 明明就是对手们太弱了 别得意 你那场怎么赢的 怕是你自己都稀里糊涂吧 我 哼 你知不知道你下一场的对手 是陆雪奇 他是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人选 凭什么我就不能是大竹风的夺冠希望 灵儿 不可如此骄纵 还有你 老七 别以为赢了一场 就骄傲轻敌 明天也别给我丢脸 是 师父 对对对 小师弟这场赢得漂亮 你呀你 小黄丹是疗伤妙药 不是你们的毒本 动性蛮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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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